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, I work hard every day 不寒而栗的爱情,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专题,北大最新动态。 来源,南方周末微信公号 from our video. Click to via original image,南方周. 墨记者柴绘群图,当男友强调女孩的第一次是最美好的东西时,曾委婉反驳,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。然而仅仅一个。 月后,她的观点完全变了。鲍利将谋林和微信中的被注明改为了主。人,此后再没更改。 两人之后的聊天中,她的角色经常是一条狗。而某林汉后来有一次聊天时,让鲍利在身上问我是某林汉的狗。晚上7点13分,那时药校尚未发作。 她打开电脑,编辑了最后一条微博,并且设置为仅自己可见。微博的内容是,我命由天不由我。 北京大学法学院大三学生鲍利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士已经两个月了。自2019年10月9日服药自杀陷入昏迷后,她再没能醒来。一个多。 月前,医生已经向家人宣布起脑死亡。2019年11月7日。 在报案20天后,母亲从警方处取回了鲍利的手机。4日,她看了女。 而与男友某林汉的微信聊天记录,认为找到了女儿轻生的真相。 我。很想跑过去把她,某林汉,捅死。鲍利母亲这样形容她看到聊天记忆。 陆时的愤怒。 牟林汉是高鲍利一级的学长,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二、零一五级学生。 鲍利母亲说,女儿是被牟林汉逼死的,因为两人。恋爱期间,牟嫌弃女儿不是处女,但又不想分手,而是以此折磨她。 目前,牟林汉正在内蒙古之教。 12月10日,她在电话中告知男方。 周末记者,女友自杀跟她没有关系,但也拒绝说明鲍利自杀那天下午。 究竟发生了什么? 理由是涉及隐私。 而在鲍利一名好友看来,短短一。 两年时间里,她眼中的鲍利性格完全变了,由一个坚强、乐观。 独立的现代女大学生,变成一个会因非楚女而产生罪恶感的小女人。 南方周末记者从一名律师处获得了部分聊天记录,鲍利母亲证实。 这份记录是由鲍利同学在女儿手机截图后,提供给了律师。 在这份记录中,自理行间透露出一个发生在高校学生间的不寻常的恋爱样本。 一一谢罪据母亲转述的警方通报,鲍利于2019年10月9日下,530左右,从牟林汉的北京家中走出。 鲍利母亲后来问过牟林汉。 得知她当时正在家。 鲍利乘地铁到了学校附近的海淀黄庄站。 出站后。 先是用手机在网上预定了旅馆房间,之后又再网上下单购买两核运车。 要,于下午5点40分进入位于11层的旅馆房间。 2019年10月。 9日下午6点18分,要纵止鲍利锁住旅店房间。 服药清蒸之前,鲍利。 先后向两人发了微信。 第一个是母亲。 鲍利母亲说,自己的一个朋友。 下午曾勿播了鲍利电话,她当时没有听到,后来回电也没有通。 她在。 微信中问母亲,那位叔叔找她有什么事。 母亲了解后告知女儿没事。 鲍利没再说话。 鲍利母亲完全没有想到,女儿那时已经决心轻生。 如。 今回想起来,让她唯一感到异样的,是鲍利在微信中喊她妈咪。 女儿已很久没这样称呼自己了。 另一个则是男友谋林汉。 第一个。 预感鲍利可能出事的人。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,从当天下午4点58分到5点41分。 某林汉曾三次试图与鲍利语音通话,后者均未接听。 二十。 十九年10月9日6点19分,鲍利先后向某林汉发送三条微信。 这也是她自己发出的最后三条微信信息。 第一条。 此生最遗憾的事情末。 过于此了。 第二条。 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块垃圾。 某林汉似乎感觉到事态严重。 妈妈。 祝。 她这样称呼鲍利。 你在呢? 李。 宝宝好小你。 鲍利回复了最后一条。 妈妈今天给你谢罪了。 据。 鲍利母亲提供的一份书面材料,在向派出所报失踪后,晚上七时左右。 某林汉利用苹果设备定位功能,将鲍利的位置锁定位其锁住旅馆的。 楼层。 某林汉当晚带着一个同学一间间敲门,最后找到了鲍利。 当时。 女儿还能走路。 某林汉和同学将其送到附近医院。 鲍利母亲说,事后。 经数据恢复,在女儿手机上找到了一张显示腿上有伤的照片,她因此。 怀疑鲍利曾遭到某林汉的殴打。 不过,2019年12月10日,某。 某林汉在电话中对南方周末记者否认有此事,是她妈妈的异想,家。 爆的话警察就会把我拘进去的。 鲍利母亲说,出事两三天后,在医院走廊。 她问某林汉那天是不是跟女儿吵架了,某林汉突然失控。 用手抓住她的双臂朝她吼,说她女儿是个骗子,先前有过男朋友,不。 是洁白之身。 我说如果你接受不了可以分手啊,她说我分不了。 啊,因为我现在爱她,哪怕一小时她不在我身边,感觉生活都没有时。 母亲后来从女儿同学处了解到,鲍利从2019年7月中。 寻起就几乎不住学校宿舍,而是住到了某林汉家。 二、北大刘浩然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